大家好,我是沐蔚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子喝下一碗粥后脸不开裂,下一秒却蜕变成美女的故事。 这是一家普通的小饭馆,角落里坐着个时刻,一份小龙虾上来了,她开始大快躲移,起先状态还算正常,可慢慢的,她越吃越亢奋,连筷子都扔了直接上手。 在她心满意足地停下来后,突然面色猙獰向后仰去,十分痛苦的样子,嘴角隐隐渗出些血来,没一会儿就不动弹了。 这时一个厨师打扮的人走了出来,给她擦了擦嘴角后,那人像是破除了什么魔咒一般,跟没事人一样坐了起来。 但她的状态仍然很不正常,只是一顿饭前,她却把身上所有家当都留了下来,但厨师只从里面抽了两百,剩下的都扔进了垃圾桶。 一对情侣走进了那家店,在喊了半天服务员后,厨师才姗姗来职,并告知他们这里没有服务员,也没有菜单,吃什么都得由她决定。 看着这古里古怪的厨师,阿伟气不打一处来,拉起女友就要走,厨师忽然叫住了她,问她是不是经常失眠,爱喝凉水,但一喝凉水就拉肚子,还有严重的尖周炎。 厨师的话显然条条都重,他们一脸震惊,小美也兴致勃勃地要她帮自己看看,厨师说她很健康,只是需要少用化妆品。 他们最后还是留下来吃饭了,阿伟起初还抱怨这店里只有白开水,可当她喝了一口后,像是喝到了什么穷江玉露,一直赞叹不已,甚至幸福地哭了起来。 小美觉得她反应太夸张,也跟着喝了一口,但并不觉得有什么。 这时阿伟眼圈忽然发黑,似乎什么都看不见了,小美急得找厨师算账,质问她的谁有问题,但厨师坚持说她不会有事。 果然,阿伟后来又恢复了视力,而且倍感神清气爽,厨师给他们上的第一道菜很简单,只是玉米和馒头。 阿伟在尝了两口后吐槽味道一般,还说自己不会再吃一口,话音刚落,她突然像是控制不了自己似的,双手抓起菜猛地往嘴里送。 在一脸满足的窥探后,肩膀忽然剧烈疼痛,骨头也在咔咔作响,蹲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。 厨师解释说,那道菜里的玉米和加了中药的馒头,对治疗尖周炎十分有效。 小美却还是很生气,说他们是来吃饭的,不是来治病的。 就在她急得想报警的时候,阿伟却跟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,身上的尖周炎似乎也痊愈了。 神奇的事情接二连三,厨师给小美准备了一碗粥,她起先还有些犹豫,但在喝了一口后就跟上瘾了似的,将整碗粥都喝了个精光。 当她抬起头的时候,阿伟却看到她的脸,跟裂开了似的,横跟着一条条黑色的印子。 在发现怎么都擦不去洗不去后,小美又急又气,阿伟也愤怒地去找厨师算账。 就在她准备教训厨师的时候,小美忽然出来叫停了。 阿伟惊奇地发现,小美脸上的黑色印记不仅消失了,而且人变漂亮许多。 厨师解释说,那些黑色的印记就是她体内的毒素,虽然化妆品能让人变得更美,但用久了会在体内堆积毒素,长此以往会对人体造成巨大的伤害。 这也是她之前叮嘱小美少用化妆品的原因,她喝的这碗粥加了许多可以排毒的配料,但阿伟对此依旧持有怀疑的态度,毕竟谁都没有见过一吃下去就能立马见效的东西。 第三道菜是水煮肉片,阿伟吃得很上头,小美却因为觉得这里不对劲迟迟不肯下口,还偷偷到厨房去偷窥了一下。 她看到厨师好像往菜里加了些什么东西。 屋外的阿伟吃得正欢,突然口吐鲜血,可即便如此,她还是不肯停下来。 虽然阿伟后来恢复了正常,但小美还是决定要查清这个古怪的厨师究竟有什么目的。 她洋装喝下了厨师上的最后一道汤,在卫生间把汤吐出来后又回到餐桌旁半困,看厨师的表情,似乎这正是她想要的结果。 他们住进了这里的客房暂坐休息,一到床上阿伟立刻撑不住睡了过去,小美偷偷将小刀藏进手里装睡。 没一会儿厨师就走了进来,小美装睡的剂量还是被厨师识破了。 在她想举起小刀扎过去时,厨师将她打晕了过去绑起来,然后就回到了床前,原来厨师的目标竟然是阿伟。 她为了收阿伟为徒在她胸口上纹了纹身,并自爆了自己做菜的秘方,她发明了一种美食进化剂,只要在做菜的时候放上一点,就能让菜变得鲜美无比,还具有保健功效。 曾经有人想用一个亿买秘方,但她拒绝了,因为她只愿意传给自己的徒弟,还说自己这辈子最后悔的事,就是发明了美食进化剂。 听到了这个数字,阿伟眼睛都亮了起来,她打着能通过卖配方赚钱的算盘,不顾小美的劝说,一口硬承了下来。 厨师给阿伟做了一碗面,说只要她将面吃下,美食进化剂就是她的了。 阿伟将面吃完继承了厨师的衣博,但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,她失去了对小美的记忆,从此,她的人生将会一直被空洞的黑暗所包围。